测译书 深受业内人士好评 我们一起请出 我们今天的这位boss 贺德铭 你好大家 Hello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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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 你好 Great to see you 听说你的语言非常好 天才 上海话 打招呼的方式好不好 请不过来 是我关闭 巴香巴香 知道什么意思吧 这意思就是严肃点 好了 不好意思 真是厉害 震撼震撼 接下来再商言 商要谈商业 什么 我们就拿上海来做例子 先来看四张图片 浦东1993年 2000年的经贸大厦421米 环球金融中心07年的时候 是492米 现在2014年 蔚来 湖东新的制高点 上海中心630米 有一个这里和我们有关系的 我们主要的是针对 两个不同的客户 一个是企业 一半的是大块公司 第二种是开发商 有的时候是有政府背景的 还有企业当开发商的 所以我们主要的是 准备大企业的和开发商 主要的是我们做大项目 我们提供的服务器是 我们可以很简单地来分三个阶段 我最简单地要提一个例子 我们可能客户是一个世界最大的一个汽车集团 在一百多个国家都有办公楼 那这个客户可能要继续扩大 我们的工作会开始在这个阶段 在他们在考虑怎么国家 那你来亚洲国家的话 那么多选择 你可以去泰国 你去越南 新加坡 菲律宾 可以来中国 所以在做这些选择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思路 来分析一下 怎么做这个投资 比如说我们要在无锡做这个项目 那如果是生产开一个工厂的话 工厂有三个选择 要注册一家公司 或者你可以做一个厂 那如果是做研发中心的 这个可能会是到网络 可以组一个 那这个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是短的 一个月的事情 有的时候建立一个很大的一企业 有三千多人的 所以我们有一些服务 是针对这样的要求 能不能问一下 就是说你在第一个阶段 做这个企业战略咨询 这个阶段你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谁 主要的是在前面这个阶段 我们的竞争的时候 在做国际战略 可能有一些像我以前的工作 德勤 和麦康西 Eccenter 这样的一些大公司 我们主要做前面的分析 是包括四块 第一个是和梵立强 是有关系的 要考虑 大规模的项目的需求很大 所以我们第一个方面的分析 就是这方面的 但是人才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的 假如说我们要这样一个很大的项目 他们可以照片三千多个人 有没有人才 员工 可以照那么多人的 这是第二个方面的分析 第三个方面是无聊 因为大公司要进很多原材料 很多配件的 还要看你自己的市场 他们把自己的产品推出去 给买着的 第四个方面的是政策方面的 学务方面的 法律方面的 这样一个商业模式 跟你做的都不一样 一般的话 企业管理咨询的公司 他们就做大战略 大策略的工作 很小会把战略 可知性这两块 放在一起的 我们这个叫可知性的战略 等于叫做也是一个one stop shop 就是一站式服务 是这样子的 可能是十多年以前的 我们刚开始在国外 在陌生的一些国家 我们做的项目 那哪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自己可能或者 其他的公司提供的 一些展览策略 就新了以后 出现了很大问题 所以通过我们的经验 我们现在要用实在的 实际的经验 和理论的结合起来 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你们的国际客户 跟中国本地客户之间的 比例是什么样的 在针对企业这块 我们的客户 80%左右 是外资背景的 是大块公司的 但是中国的也有 现在越来越多 针对开发商的话 我们80% 是中国的开发商的 所以你看 80%的开发商 希望透过你们的国际网络 希望吸引进来的是 外国的大客户 中国的跨国公司 希望透过你们的网络 跟经验 能够向海外去发展 今天我们讲说 本地的企业 他们也需要 很好的办公环境 生产环境 物流仓储环境 等等都需要 另外一个 你们的这些东西 你们可能对本地 还没有它了解 这是不是你们的 一个最大挑战 从我来中国有13年 我发现有一个趋势 以前你进了任何一个领导 中国的一个大企业 他们会拍脑袋 做决定 但是很多 特别是上市公司以后 扩大的一定的规模 他们发现 他们自己要国际化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司 会来找我们 当然开始当这个工作的位置 我们哪个时候 和四川的一个 一个书记 捡一个面 他有一个比较大的项目 我们要开始开会的时候 我自己先坐下来了 然后呢 我旁边的团队的人 他们一个人一个人 下来的时候 搓了手 他给自己介绍的时候 是何总的一个书书 第二个人坐的时候 他也说 我是何总的那个书书 第三个人一样 第四个人一样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可能比较奇怪 在西方国家 我们就像自己的时候 不是用名字 而且不可能 你是一个人的书书 我要给大家介绍 这个人的本事 他的经验 他做了什么项目 他是什么大事 他是哈佛大事毕业的 我们要接下这个人的脑子 因为我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 专业服务的 最重要的是 不是这个人的名字 不是他的地位 最重要的是他的脑子 和他的思路 所以我们的管理理念是 让员工最大程度 发挥刺激的能力 都能成为老板 我想问 France的管理理念 各位还有什么问题的 我想问 你认为 在将来的纪念里面 中国的最好的 这个投资领域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 很简单的 我们要看那个 四万亿 的那个 投资策计划 如果我们 看起一点的 我们会发现 可能 百分之八十 这些投资 都是在 农村建设 家庭方面的 住宅方面的 还有那些 在后 重建的 方面的 还有三个方面的 我觉得 投资方面的 特别有意思 特别有价值的 一个是 创新的 做研发中心的 这方面的 还有 衣料的 第一个 一个领域 还有很重要的 现在中国 特别在乎 那些环保 环保 还是一个 很有 很有 价值的 一个投资领域 其实很大的 一些 企业 那些 快速公司 他们很多 有一部分的 自己的 网络 就是说 他们公司的 自己一部分 扩大的时候 最好的一个 时间 扩大是什么 是那个 counter-cyclical 的时候 这样的 一些投资 在经济 不好的时候 是最有 发展的 最有前途的 这一点请教一下 我们根据 大概不到一个月前 新华社所发布的数字 那么以全国范围来讲 因为这个金融危机 所带来的 房地产的 空置率 事实上 是同比增加了 有三成之多 那么这个 对你们房地产的行业 跟管理 跟策略 规划来讲 你认为 现在中国的 房地产市场 面临了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未来的前景 是如何 我们一般的 不会有 什么 什么预测的 但是 如果我们要看 那个 房地产的将来 我们只要的 可能要看 两个 比较重要的趋势 第一个趋势 是什么 是教区化的一个 现在所有大 城市的中心 地 越来越少 成本 越来越高 所以很多公司 现在在考虑做家序 做一些投资 第二个趋势是什么 是一个 三线和四线的一个趋势 特别是外子 北京的来中国 我们现在在检疫 考虑第三线 和第三四线的一些 城市来投资 那么你对 你们公司的这个目标 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对这个公司的目标 很简单的 有三块 第一个 和任何一个企业一样 你要给股东回报 给他们赚钱的 是满足客户 企业和开发商 但是对我来说 可能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是什么 是满足我们的员工 因为我们是靠员工的脑子 提供服务呢 他们可能不是先考虑钱 他们就学习发展 有一点本事 可以出去赚钱 但是第三个方面 我希望这个平台 会对中国有一些贡献的 你帮助开发商 投资者 比较健康的投资 即使这个等于 把全中国的一个投资环境 改进做得越来越好 把报纸人到 财军也轻松 像书上走遍世界 吸取了各种文化的精髓 像他这样的人 他的偶像可能会是谁呢 所以让我们的三位观察员 来猜一下 是中国人 他是中国人 是男的吗 是 是企业家吗 不是 不是 是领导人吗 他当过领导人 是讲过 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 谁要赚的猫就是个好猫 邓小平 虽然同样的答案 同样 邓小平 邓小平 这是你最欣赏的人 是你的偶像 我崇拜邓小平的原因有很多 他是在1903年的时候出生的 16岁出国了 一个中国人不会说法语 而且他到法国的时候 世界第一战争刚刚结束了 八个人自己找不到工作 那他在那边能待五年 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他的 克服困难的勇气 真的很了不起的 那他最后在 很难的一个情况当中 他能改革开放 给我们 其实所有的人 那么好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他真的是 很了不起的一个领导人 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了 让我们也觉得很